財經點滴潘碧雲 新界東北發展規劃最終出籠 都是要靠住公司合營 便相為發展商開綠燈 全面發出他們將農地 變成住宅發展的準許證 本來配合住政府 每年提供2萬個私人住宅單位計 政府怎麼都應該加快 批准農地變住宅 不過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 在4月底推出以來 都是只有港圖灣成功闖關大賣 這樣看即是市場購買力 只是被壓抑住 情況就跟97前幾年 政府已經不停地出手一樣 希望減低翻車的樓市 當時同樣都是熱淺亂暑 而且早已有大戶在後面準備 而大家都更猛盛盛 所以怎樣將危機變成機會 說就容易 我問過很多成功創業的人都說 計得太仔細 到頭來是甚麼都不會做的 所以有多少冒險精神 和迫著長角的生活需要 才會令到一個人願意走出來 往往為危機做準備的人 都需要很大的勇氣 因為要逆視而行 周圍的聲音就會很嘈雜 而且通常都會被人質疑 為何不賺盡他 實情是看到機會是你眼光好 賺盡到盡就需要運氣了 過往每個年代都有值得一提的輝煌時刻 戰爭是不應該再讓它發生 但是革命的發生 改變的過程固然痛苦 但是換來的新氣象 無可否認大家都有機會重新思考 這個才難能可貴 所以接受改變和歡迎改變的 永遠都可以站在成功線上